这一篇跟大家介绍的是 如何调整程式的跳跃清单 比如说我丁选一个Word 跳跃清单中就有记录我开过的五个Word档 跳跃清单记录文件的预设值是十个文件 当然这个记录数量 可以按照我们的需求来做调整 在工作列空白的地方按下滑鼠右键 选择内容 选择开始功能表 选择自定 要显示在跳跃清单中的最近项目数 这边可以调整你想要的数量 因为我现在是测试给各位看 所以设定成两个 按下确定 按下确定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跳跃清单 就剩下最近开启的两个文件 当然有些人会有需要记录更多的文件 你就可以调整为二三十个 或者更多个都可以 但是最大的记录数量是六十个 当然也有人会有隐秘的需求 所以他不想开启记录功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闭记录功能 在工作列空白的地方按下滑鼠右键 选择内容 选择开始功能表 将储存最近开启的项目并显示于开始功能表 和工作列的核取方块取消打勾 按下确定 看到word这边已经没有三角形的符号了 这样子就关闭储存记录的功能了 如果设定好跳跃清单 可以很方便寻找以前开启过的文件 谢谢